大家好,又是我 阿赖啊 那刚才 就是做录好了那个模拟器的影片 忘记了一件事,现在就补充一下 那 有些玩家就是私信我 就跟我说 他的那个重点讨伐 就退出明明就按很快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进入战斗画面 然后有的时候 会就是你不能组人 不能组其他玩家 也不能进入战场 反正就是要整个要退出去 那我这里就牵扯到一个 这游戏里面对那个雇佣军的一个设定 那这个设定会影响到你 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进入战斗画面之类的 那如果你还是透过这个方法还是无法解决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就是一只盘统 一只盘统 托两只骑兵去自杀好了 这个在我另外一个影片会看到 那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用同步器 直接进入这个周年讨伐的页面 那我开队 那我现在 把这些 打手都丢进去 那会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我这只 什么都要不进去 我要这个芒果好了 芒果在哪里 芒果在这里对不对 我邀请芒果 目标队伍不存在 奇怪可是 我只是要找打手啊 为什么 他说目标不存在 那原来 真山这个讨伐里面 他这些 雇佣军啊 你在邀请雇佣军的时候呢 在这个同时 他会模拟一种状态 就是他邀请那个玩家去加入你的队伍 那你可以看到卡住的就是松鼠跟芒果 卡住了 那他去邀请帮勾帮勾也不行 也说目标不存在 那其他没事 因为其他他不会成为别人的那个小帮手 有没有 主要是这两位松鼠芒果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人把你加进去 或者是你自己多开 你把A加进去走路 把B加去右路 那你A跟B会受到影响 他们会 无法 主人也没办法去开队打东西 他们只能离开队伍 因为在那个规则上 他们已经加入了 你们那边 那他只能离开队伍 然后重新去主人 好 那现在队伍弄好了吗 那我用脚本去 让他们打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 这个出不去 他不能去 因为他在别队已经出发了嘛 所以他不能去 然后这些 全部明明跳出去了 又回去看战斗画面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用一样的支暖军 都用一样的雇佣军 在这个前提下 你没办法跳过战斗画面 他一定会给你跑完 那为了省时间 我直接在这边 让他自己跑 跑完 不好意思 这里会等比较久 那所以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只可以这样 我跳过 我不用这两只 我用其他的 我用其他没在打的人 那比如说下面这些小废废好了 我邀请这些 进去 因为其他队伍都没有在用这两个嘛 对不对 这边也是一样 我用两个 哎 把汉人都杀光 哇哈哈 用骆驼这样子 把这个同步器关掉 那只同步这个 这两只 OK 那我等这边先打完 打完了我们离开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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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我们 聚焦在这两只 那我一样 用脚本 看看会怎么样 他们用不一样的 哦 好 停止 哦 有没有 没有 没有状况了 对不对 所以 你们自己多开去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要使用到重复的 雇佣军 也不要去 比如说 我 企鹅再刷 那你合同就不要拿企鹅去当雇佣军 拿其他的 拿其他没有再刷的 拿其他没有重复使用的 雇佣军 好不好 那你就不会卡住了 哦 还可以像我一样这样 有没有 电脑帮你跑 那我去吃个饭 上个厕所回来 诶 事情就办好了 OK 拜拜